25 月上午理工在一年的台南 全民科学集在文献国中正式开始 今年外面以定为主题 透过设计科学实验 让学生可以运用科学体系 以冲冠的方式来打造 做 营 顺的目的 配合到100 08 年以所用为主的新口感 让同学可以把科学计划 学义地用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在给我们孩子这样的一个舞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接着我要谢谢我们的成大的团队 成大的团队 成这个 这个科教中心 许任勇教授来到我们学校 带着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学校的科普教育 更活泼 更生动 我们都知道现在108科刚 今天我们科长也在谈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活动 对我们学生的孩子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108科刚之后 我们都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活动的现状 每一个主题都是由 运行国中的学生作为关注 今天也特别邀请到 成功国小的同学 做回来参加科学冲冠的活动 就是说我们今年呢 因为我们有学生团队 所以帮我们发展了12套 12组器材 这12组器材里面呢 是以那种电的产生 然后储存 还有传输为主题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就是科普市井里面 就是由这12套器材 所弄出来的 那这这这 今年我们也特别的用这个收纳箱的概念 那能够呢 让这些这些材料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不是一年用完以后就不见了 那因为这个课程内容相当丰富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那除了除了有这个特色之外 我们今年呢 也用一个很完善的科学密室 OK 那这个科学密室呢 就是邪恶科学家的研究室 然后呢 就是同学们呢 可以参观完这个科普市井之后 用所学到的能力 然后进去闯关 然后闯密室做逃脱 全民科学七位活动已经隔半第六档 过期的每一档 都有上千的核心来参加 今年也要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时间 这回来常募击败科学 弄密室的瓦档 大家新闻刘品言 彩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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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